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亲口向我确认 他认为美国没有制定对华的长期战略 现在如果美国想要制定这样一个长期的地缘政治战略 首先他必须明确他的战略目标是什么 这是相当让人震惊的 美国从来没有明确说明 他对中国的战略目标是什么 现在他的所作所为暗示了以下目标 阻止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遏制或限制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 如果的确如此 那么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 就是这些目标没有一个可以实现 我的著作《中国的选择》 这本书也已经在中国出版 解释了为什么这些目标是无法实现的 现在想要弄清楚 中国带来的真正挑战是什么 美国人必须理解这个悖论 就是中国今天的崛起势不可挡 但中国的崛起并没有威胁到美国 我所说的是两个简单而确凿的事实 但在美国的政治话语中 这些确凿的事实是不可言说的 现在中国的崛起已经势不可挡 因为这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中华文明 在经历了一个世纪 甚至更久的屈辱史之后 正在经历一个自然复兴的时期 当然中国人民也非常愿意 去经历国家的复兴 所以这使得中国对美国的挑战 与前苏联对美国的挑战之间 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我访问过前苏联 我可以直接地感受到 人们阴郁和悲观的情绪 相比之下 如果你今天访问中国 我度年来数次访问中国 你会感受到中国人民 有一股惊人的乐观情绪 为什么会这样呢 答案很简单 中国人民刚刚经历了 中国五千年历史上 最蓬勃发展的四十年 我再重复一遍 中国人民刚刚经历了 中国四千年历史上 最蓬勃发展的四十年 那么他们有什么理由不感到幸福呢 最近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一项研究也证实 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率 已经从2003年的86% 上升到2016年的93% 所以今天的中国是一个快乐的文明国家 美国政坛对中国的评论 却被一种非常阴暗的观点所主导 这种观点认为中国人是压迫者 美国曾在公开场合 称中国人为黄霍的 这种非常真实的前意识里的恐惧感 强化了这种看法 现在我们很少听到这种说法 但是我敢向你们保证 美国对黄霍的恐惧一点也没有消退 所以今天 美国政体 对中国心怀恐惧 是事实 事实上 美国政府的每人都认为 中国对美国是一个威胁 但真的是这样吗 当然了 虽然西方国家和美国认为 自己尊重科学方法 但令人惊讶的是 他们并没有把科学方法 运用到了解中国上来 因为美国的强大之处在于 它是西方启蒙运动 光荣的产物 西方启蒙运动告诉我们 理性和科学证据 是理解一个难题的最佳手段 我们现在运用这些西方的分析手段 来理解所谓的中国威胁论 艾威尔海恩斯 他现在是拜登政府的国家情报总监 他曾说过 我引用他的话 中国在一系列问题上 对我们国家的安全 繁荣和价值观构成挑战 现在许多美国人可能 会为他的直言不讳而鼓掌 但令人惊讶的是 他所说的每一个方面 都与事实不符 首先 中国并没有挑战美国的繁荣 中国人其实比这更聪明 他们将美国的繁荣 视为一种有利条件 美国的繁荣已经推动 并将继续推动中国经济走向繁荣 事实上 在过去的三十四十年里 美国经济 一直是中国经济的主要驱动力 使得中国经济 从1980年的购买力评价水平 或PPP 仅为美国经济规模的十分之一 发展到2014年超过了美国 因此与艾威尔海恩斯相反的是 如果拜登总统 向中国提出一项 既有利于美国经济和美国工人 也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协议 那么中国将欣然接受这样的协议 因此 艾威尔海恩斯所说的 美国的繁荣是对中国的威胁 这不仅不是威胁 反而有利于中国 其次 中国对美国的安全 也不构成威胁 中国并没有威胁说 要对美国进行军事入侵 中国的武装力量 也远在大洋彼岸 中国和美国之间隔着一个太平洋 中国也没有威胁说 要对美国进行核攻击 而且中国也没有威胁到 美国在中东等地区的 军事霸权 事实上 中国的国防预算 甚至无法与美国匹敌 现在美国国防部长 劳艾德奥斯汀观察到 20年来 美国一直把重点放在中东 而中国一直在实现军事现代化 劳艾德奥斯汀说 我们将继续保持优势 并将在未来提高 我们的优势 当今美国最具思想 最受尊敬的评论员之一 是一个叫法里德扎卡里亚的人 为了回应劳艾德奥斯汀的观点 他于2021年3月 在华盛顿邮报上 刊登了一篇专栏文章 称奥斯汀所谓的 美国对中国的优势 更像是一道鸿沟 美国的核弹头数量 大约是中国的20倍 美国的海山战舰的吨位 是中国的两倍 美国拥有2000多架战斗机 而中国的战斗机的数量 仅约600架 美国利用800多个海外基地 组成了一个庞大的网络 来部署这一力量 而中国只有三个海外基地 中国在军事上 花费了大约2500亿美元 仅相当于美国的三分之一 所以这实际上 是相当令人震惊的 因为在中国国防开支 如此少的情况下 美国人仍然认为 中国会对美国构成军事威胁 最后艾维尔海恩斯说 中国在一系列问题上 对美国价值观构成了威胁 但是只有以下情况出现时 才成立 就是当中国威胁说 要向美国输出其意识形态 或者威胁说 要破坏美国的选举程序 但是我们知道 这两种情况都没有发生 然而数量惊人的美国人 甚至是连有思想 见多识广的美国人都坚信 中国正在对美国的价值观 加以破坏 这种信念可能是由于 美国对中国的两大误解而产生的 第一个误解是 既然中国有共产党执政 它就一定会像前苏联一样 想要努力证明 共产主义制度 优于民主制度 然而 经验证据表明 中国早在几十年前 就已经停止了对其他国家共产党的支持 今天中国梦的主要内容 是复兴中华文明 第二个误解是 当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强国 在超越美国之后 它一定会像美国一样 开始输出中国模式 就像美国输出美国模式一样 这个例子完美地说明了 美国对其战略对手一无所知 因此 如果美国的战略思想家能够接受 中国并没有试图输出一种中国模式 来取代美国模式 这将使他们能够后退一步 形成一种更深思熟虑 更可行的 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的方案 现在 大多数美国政策制定者和权威人士 都暗自担心 中国的经济 按购买力评价来计算 已经超越了美国 在十年内 按名义市场价值来计算 将会变得更强大 然而即使发生了这种情况 美国也绝对没有理由不继续保持 它在世界上最受尊重 和最有影响力的国家地位 就像约翰F肯尼迪总统时期说的 即使美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也应该继续保持 这样的衡量标准 才是美国政策制定者应该关注的 而不是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规模 乔治·凯南是美国最伟大的战略思想家之一 而乔治·凯南在建议美国 如何应对苏联的挑战时 正是给出了这样的建议 乔治·凯南最为人所知的是 他对苏联的遏制政策 凯南还在这篇文章 《苏联行为的根源》中强调 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相对于苏联 将取决于美国是否可以 给世界各国人民留下这样一个印象 即美国是一个 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国家 是一个能成功地应对 国内问题的国家 是一个肩负着世界大国的责任的国家 是一个在当前的 主要意识形态潮流中 依然能够保持自己的精神活力的国家 现在 如果你仔细回顾凯南所说的话 你会发现 他给出的这个关键建议 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 他说 美国应该是一个这样的国家 第一 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国家 第二 应该是一个能够成功地应对 自己国内问题的国家 第三 应该是一个 肩负着世界大国的责任的国家 第四 应该具有精神活力 毫无疑问 与苏联相比 美国在这四个方面都领先 但今天 相对于中国 美国在这四个方面都落后了 一个具体的例子 可以说明这一点 全世界都很高兴地 听到乔拜登总统说 美国回来了 然而 如果一个人没有紧接着问 后面这个问题 那他就是一个 彻头彻尾的战略白痴了 即美国多久以后会回来 有一个错误 美国很多战略思想家 和策划者所犯的错误 就是低估了世界 其他国家的智商 大多数美国观察人士都知道 特朗普本人 或特朗普主义 特朗普的哲学 更广泛地说 在2024年重返白宫的几率 至少是一半 这就是为什么在2021年7月 金融时报记者 爱德华卢斯写道 引用他的原文 只要唐纳德 特朗普还活着 他就有可能在2024年 再次竞选总统 整个共和党 近在都懂得一个真相 那就是无论特朗普说什么 即使他说话反复无常 但说的都是事实 如果特朗普再次成为总统 他将可能退出 多边贸易协议和组织 比如巴黎气候协定 和世界卫生组织 特朗普会贬低盟友 比如法国 德国 或者要求盟友 多交一些钱给他们 比如韩国和日本 甚至撤回友好国家的 H1B签证 比如印度 有哪个美国人 能肯定地说 特朗普不会重返白宫 所有这些事情 不会再发生呢 如果美国人不敢肯定 特朗普会不会再回来 因此对大多数国家来说 这样的行为 岂不是很合理吗 也就是说 他们在中美竞争中 小心翼翼地两面下注 这将是一个明智的做法 所以美国人应该明白 美国和中国之间 真正的较量 不会在任何对外战争中展开 这场战争将在美国的中心地带打响 因此拜登的首要任务 应该是解决 这三十年来的经济停滞问题 它已经是白人工人阶级 绝望至极 如果你想要这方面的证据 请看我的书的第七章 中国的选择 里面详细描述了 美国工人阶级的绝望情绪 只有消除人们心中的绝望 才能防止特朗普 或特朗普式的人物回归白宫 只有这样 才能让人们对乔拜登总统所说的 美国回来了 建立起长期的信心 因此 这一切最终导致了一个悖论 启动美国经济的最佳方式 是美国与世界上 其他强大的 且有活力的经济体密切合作 尤其是这个国家 中产阶级人口数量最多 这个国家当然就是中国 中国应该被视为 美国内部分歧的解决之道 然而 尽管这种 与中国合作 以加强美国经济 改善美国民生的方式 是符合逻辑和常识的 但在当今美国的政治背景下 任何一个美国政客 都不可能说出这样的话 事实上 如果拜登政府提出这样的建议 那简直是引火自焚 这也是为什么令人惊讶的是 拜登政府 看起来甚至不愿放弃 那些损害美国利益的 特朗普对华政策 比如对华贸易战 因此 拜登政府 必须非常聪明和狡猾 如果他试图扭转 特朗普的对华政策的话 因为共和党和其他对华鹰派 正等着猛扑过来 指责拜登对中国的态度太软弱 所以拜登政府 就需要政治掩护 才能在中国问题上改型更张 拜登政府可以从三个来源 找到这样的政治掩护 以下是这三个来源 第一个 他们可以听从战略思想家的建议 比如亨利·基辛格 2021年3月基辛格说 如果我们不去与中国达成和解 那么我们将在欧洲 处于一种类似一战前的状态 到那时长期冲突 虽然会得到快速解决 但如果其中一个冲突 在某种程度上失控 而这个冲突的对方 是一个拥有高科技武器的国家 他们可以武装自己 那么他们就可以先行发起冲突 而不理会那些约束性建议 其结果往往是不好的 基辛格显然是在警告 我们正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 拜登政府可以采取的第二个政治掩护是 他们需要意识到 既然美国独立宣言提倡 美国应该尊重人类的意见 拜登政府就应该听取 生活在美国以外的六十亿人的意见 包括中国人的意见 在冷战时期 苏联的邻国 尤其是西欧国家 对美国遏制苏联的行动 给予了热情支持 而今天 中国得到的 将是生活在东南亚的 十个东盟国家的 六点五亿人口的支持 我可以告诉你 东南亚国家 依然 对美国十分友好 因为东盟这个世界上第二强大 或者说仅次于欧盟的 第二大成功的区域性组织 在成立之初是亲美的 然而 因为美国忽视了 这些对美国和东南亚国家的 友好关系蓄水池 所以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 一直在增长 事实上 就在两千年 美国的影响力要大得多 为什么 因为当时美国的 名义市场经济规模 是中国的八倍 两千年 东盟与美国的贸易总额 远高于中国 达到1340亿美元 而与中国的贸易总额 只有410亿美元 但到了2020年 中国的影响力变得更大了 为什么 因为美国经济规模 过去是中国的八倍 而现在只有中国的1.6倍 第二 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 已经大大增加 达到了6410亿美元 而与美国的贸易额 只有3000亿美元 所以东盟与美国之间的贸易额 以前是与中国的贸易额的三倍 现在已经不到中国的一半了 之所以有这样的情况 是因为美国投入了6万亿美元 在中东打不必要的战争 而中国在2001年 与东盟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 简而言之 美国所犯的重大战略性错误 就是将重点放在了军事层面 而中国则将重点放在了经济层面 因此以东盟为例 拜登政府可以辩称 东亚地区的真正博弈 是经济博弈 因此美国应该加强 在东亚的经济参与 而不是在东亚的军事行动 因此这一切就引出了 拜登政府可以用来 重新调整其东亚政策的 可能提出的第三个论据 而且应该指出的是 美国中国和东亚之间 真正的竞争 将发生在经济领域 因此美国经济必须保持 与东亚的经济一体化 然而为了保持 与东亚的经济一体化 美国必须加强 与中国的经济联系 为什么 因为当美国和中国之间 发生经济脱钩 将会导致美国和东亚之间 经济脱钩 因为中国经济 与东亚高度融合 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经济偶合 可能会导致美国和东亚之间 更强大的偶合 而这样的经济偶合 将是确保美国在东亚 强大而永远存在的 最佳长期保障 可以增强国家安全 比如日本和澳大利亚 因此矛盾的是 尽管美国将中国视为威胁 美国想要在东亚 长期立足的最佳方式 就是与该地区 所有主要经济体 发展贸易 包括中国在内 而这一悖论 恰恰揭示了一个关键点 即美国近期的 许多对华政策 比如特朗普的贸易战 在所有关键维度上都失败了 他们没能削弱中国 没能增强美国 也没能让美国的朋友 和盟友加入进来 他们之所以失败 是因为正如我在一开始 所说的那样 美国未能首先制定 全面的和深思熟虑的 长期战略 来应对它在整个历史上 面临的最大的地缘政治挑战 讨论完了 西方 尤其是美国 未能妥善应对 乌克兰的地缘政治挑战 未能妥善应对 与中国竞争的 地缘政治挑战以后